Jason的答案格式一定是中瓜湖开头 最后面又一定有个中瓜湖结束 然后呢每一笔资料呢一定是一个大瓜湖 对上一个什么呢对上一个大瓜湖开头 然后呢它的结束的话呢也会是一个大瓜湖结束 那里面包含就是这个栏位名称 比如说这什么呢这叫Row的Lumber 那这个RowLumber指的是应该是列号 然后等等的这边有相关的 那里面我们需要的大概就是几个 就是Stitle 它的什么呢它的旅馆名称 还有它的address 还有它的什么呢它的那个电话号码 那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栏位 它的观念呢Jason的观念呢 其实比较接近就是像我们之前的那个 有点像local storage也是一样 就是一个key一个value key这个是它的key 它的value key value相对应的 那可以从里面那去抓到我们要的讯息 那可是问题来了这个这么多资料里面总共好像我印象中 他这边有个说明里面的话呢总共提供有300 我看这边有也好像有个说明档吧里面啊他有提供就是说他的格式啊 格式这个有个开放 印象中他这边好像有提到他有396笔资料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刚好切出来可以显示出来就是第一个我要区第二个是算他有几笔万华区有几个点进去的话可以把万华区全部都列出来 ok大概类似像这样 那请各位先找到这个台北市政府的这个网站网址的话特别主要是data 记得是data.type.gov.tw 那里面的话找一下旅馆旅馆那个网址就可以在这里面呢找到我们要的那个旅馆的开放资料 那除了旅馆的开放资料之外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里面的话还有其他的 这些其实都可以拿来用啊 比如说什么亮点 这边下载格式不过你会发现他格式都不一定一样哦 这个是csv的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